救護車緊急抵達現場 畫面左邊透天錯 已經全面陷入燃燒 火蛇從二樓陽台竄出 消防隊員正從 消防車上準備布水線搶救 等到火勢控制之後 打火弟兄從屋內救出兩名老婦人 但兩名傷者早已經失去生命迹象 救出兩名民眾 一名七十...八十...八十七歲 一名七十歲都呈現OK 兩名老婦人送一搶救 人回天乏術 火場位在潮州鎮南靜路上 當時是凌晨四點多 住在隔壁的鄰居睡夢中 聞到濃濃煙味被驚醒 回想當時人心有餘悸 隔壁鄰居夫婦也差點被火勢不急 火勢又猛又快 根本來不及衝上樓搶救這對母女 原來住在火場的是 八十七歲的媽媽跟七十歲的女兒 兩人年事已高 疑似是躺在床上抽煙 煙灰吊在床鋪上引發火事 好戲鄰居平時幫忙照顧這對低收入高齡母女三餐 鄰居說多年前就曾因為抽煙營火 當時即時撲滅 之後看到她們躺在床上抽煙 也都會勸阻 無奈還是發生悲劇 母女兩雙雙葬身火箍 記者江春華評論報導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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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見